一一跟支持者握手打交呼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采进赖清德故乡 新北市万里 替小姬服选 把抛口全对准 现任立委赖品渝 他老爸就一个人 是十八家绿电公司的董事长 我想这就是全民都在看 然后他的资源就变成 民进党派系的资源 等于是派系大发财 绿大发财 然后掏空全民的荷包 对外攻击目标明确 内部矛盾却没停过 因为党中央接连 因为执政大联盟理念 和力挺高红安清白 再到金普聪主张毁国打磕 都跟侯友宜竞选办公室 立场不同调 传出注意人为此跟执行长金普聪 周二在党中央一对一面谈 直接摊牌 从来没有跟进办所谓的不同调 那这样子的一个谣言 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 那我跟金平处长常常保持联系 那一天正好我们也约了 有谈其他的事情 跟这个没有关系的 结果我们也真的是 感到莫名其妙 哪里来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朱立伦全力灭火 似乎因为这样 金普聪选择退居二线 还有表态不挺猴的地方派系 包含南投县副议长潘逸权 被考纪会改口 说唯一支持侯友宜 不过事后遭潘逸权光束打脸 说考纪会没联系 自己也不会支持侯友宜 关考纪的案件 我们通通都尊重考纪会 严正的处理 面对党内团结问题 朱立伦没下重手处理 尽量维持表面团结 静新闻学员刘维婷 这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